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佬這個channel 成立這個channel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又來到真飛過關的時間 這次賽事就跑星期日,10月6號沙田賽事 八草以來的賽事,又是照舊,1點鐘開跑 倉庫的跑度是A跑度 這次賽事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不過最近報名和方家棒這個組合都相當穩陣 幾乎是去馬訊號來的 大家不妨今天星期日留意多些他們的配搭 他們這次好像合了兩隻,一隻信心星 然後再搭一隻超二雲 沒錯,好像是這兩隻 貪圍真是好像數據所說,兩個一合作起上來 沒有Win都一定有Pay在這裏 那開始這次賽事之前,我們說回 剛剛10月1號那一條飛 頭關就已經拜拜了 兩年連歡呼真的拍得不錯了 第二關,比我發落高球那個位 兩位說他被馬蓋住塞了,但我也嫌他拍得差 但就算我相信他望空也不會好得很多 所以變成這條飛真的難得差 徵算特殊,在前面走回來,抓不住 風淪報 自己不走,不望空走那一頭往那邊撈呢 沒意思 因為一隻馬不是爆發型的馬 而是均速撈下撈 這樣跑也不需要知道也有什麼誠意 給你看到 但實際上那條飛 我覺得三關裏面好像只有 雪蓮連歡呼叫跑得好些 其他都一般的 所以我覺得這條飛都真的有點頑皮 有點差 那看下今次賽事再努力一下 那看下今次賽事我們又選什麼馬了 那先來頭關了 就選了第三場 四班1650位的泥地 只有10隻馬跑的 那這場馬呢 你說的補速形勢都不算混亂的 細澤陰星會擺前 歡喜福星擺前 黃隱福星擺前 新花庫超旺財都會擺前些 客家之光擺前 相對上這組馬其實比較多會擺前走的馬 那會不會益了一堆後上的馬呢 剛才上次泥地因為怕濕重場地 有些變化 所以上次泥地是有得追一下的 但是是否每次泥地有得追呢 真是搭來不到 所以普遍我泥地多數都傾向選前置型的馬多些 那這組馬的步速大約是這樣 那我就選的馬呢 反而都真的擺前走的馬 那先選第七號 客瓜之光 那上場來說 跑得不差的 我覺得 因為他上季呢 最後那三場都有跑過泥地 在無謂傑到 但是回來不行啦 那今季轉了倉 因為沈習成對於轉倉馬呢 相對上是比較急進一點的 那所以變相呢 經過了一個暑假啦 那就做了一輪東西了喔 然後我就想著會不會跑一波好些呢 的確差一點都有第四呀 其實他前面自己一個放啦 然後放到回來 最後呢 後面那層馬都掩上來了嘛 什麼歡樂老窩 快樂老窩還是歡樂老窩 歡樂老窩 然後那隻連連有福 在後面中外檔 因為有一支箭衝上來 歡喜福星的過 其實他都頂了很久的了 但是同時間他的第五呢 都脫開後面 都有一些距離的 那以剛剛轉倉第一波跑來講呢 我覺得算是收貨的 看看今場呢 再跑下去會不會好些 而且上次帶泥地是失慢 即不是說乾爽泥地啦 那所以變相今次如果跑回正常泥地的話呢 可能在前面又會有好處的 那我覺得這次下架子光上場來講呢 都跑得不錯的 那剛才都說了 沈習成 那些功夫又 即是叫轉倉馬比較急進一點 那看會不會這麼快就可以交代到 不轉路程啦 直接又跑回 1650米泥地 都很適合的 那雖然他比前面那四隻好像稍稍掉了 那但是說真的 而剛剛轉倉第一波跑有這樣的表現 贏的當然是再拍爛手掌有驚喜 但是我覺得 跑到第五呢 而後面那一站啊 都有一些距離呢 我都覺得算是不錯 因為始終他前面那四隻的對手 先撇除歡樂路 另外三隻泥地都 還有那隻超旺場比較側身一點 另外連電友福啊 歡樂福星本身泥地都是有表現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隻下架子光呢 今場來說呢 我先試一下他 選了他先 而且今次的檔位上呢 沒有上次那麼頑皮 是啦 那早段不用多用了力 那一出就埋到籃 但順放他也會跑成怎樣 跟著另一隻呢 就是歡喜福星啦 跟剛才那場馬是一模一樣的 那 那 因為一起跑嘛 那早段 都是跟前走啦 入陣路他先走出來 是啦 那回到來呢 叫做剛剛好頂不住 歡樂佬那個衝刺 那大都頂得住連連有福 後來有條Q連連有福跑到第三隻 那剛才都所說啦 其實跟剛才下架子光說話一模一樣 就是泥地 我怎麼都是擺前走的話 會有些好處 那 為甚麼說歡樂佬那些不要選呢 原因就是你揹著 那麼重磅 還追不追到 還飽不飽得起呢 商場 什麼輕地磅 那當然輕鬆啦 但這次都加了五分的 所以變相 我寧願叫他選一些金錢 而且歡樂佬星這次用黃志文 希望他可以擺前走 不要留口啦 因為你知道黃志文 一向放頭馬都是出閘 那下差點啦 放頭馬是差點的 希望歡樂佬星可以順利出閘 回來跟下架子光一起走就最好了 方家柏今個星期都有手碼 變相我就選擇這隻歡樂佬星 那我今場就配七號下架之光 和九號歡樂佬星 第二關就是第六場 跑這個四班千四米 那四班千四米呢 這次來講呢 又拆了兩組 有兩組 四班千四 先選擇第一組 那十二隻馬跑 那有些馬有些初出 七號彈球開心是初出的 另外有兩隻比較側身些 跑得少些 加上進彩飛遲其實應該有三隻 一定電跑兩次 超熱韻跑兩次 進彩飛遲跑三次 超熱韻今季都是叫初出 那其實有些馬在這裡失望了 好像有營人這些其實失望了 那麼 香港神區 叫做下來跑 對了 剛剛六十分 減了一分 五十九分 那上次已經下來了 四班跑 好像叫做跑得更近 但是用黃寶來控制不到 今次換周進落 但是那個檔位相當之危 十二檔 那你要考慮一下這件事 那還有 千四米向來都是比較容易爆爛的場合 那所以變相大家在選馬 或者想一下當馬的時候 小心點 不妨呢 給多一點點注數 拖多一兩隻冷門 今天先講 選了什麼馬呢 就會是那隻五號的一定點 上場叫笑禮 排了九檔 都是跑千四米 回來後面呢 其實追上來的勢 都相當之不錯的 你都不要說 會不會今季初出 那隻馬其實一般的 你又不賣 他今上場來說呢 擺那個位 沿途 在後面 三疊 轉彎不太順 眼少女其實很早已經開始比 側近他了 然後入直路就沒有停手 繼續砌 砌 砌到回來呢 就僅僅得第二 被外面那隻人和加成 刮了來 那隻沒辦法啦 要爆爛的 你追都追不到 但是 他走上來的姿態不差的 都不是輸你很多 那所以變相這隻 這隻定點金層來講呢 有沒有機會可以保重得到呢 因為 全組對手 計能力狀態 很多都見了的了 這一定點的叫做較為側身些 而且 本身用的用得少 那所以變相 就算是抽十檔 用上次跑法流頭少少 轉彎早點踩 在入直路騎行他的話 應該這一組馬來講呢 絕對有機會保重 阿少禮都會跑 上次已經跑過一次了嘛 那所以變相 你見到上場 轉彎西出去追呢 都相當之不錯 那所以變相 我今場來講呢 就選了五位一定點先 跟著再選呢 就是一隻超儀穩啦 那上季跑了兩場 在沙田跑一千千二 都是第六名回來 兩場的跑法都是偏向被動 留得後一點追的 那回到第六 不是說算太差 那最近呢 就試了貨閘 對了 貨閘來講呢 你好像看 喂好像一般的 名次 那都幾時都說啦 試閘是不是一定贏閘 那隻就一定好呢 是不是 那可能 要留意後面那些馬的走勢 那些東西 那超越穩出閘 順利的跟在前面走 那一路轉彎 一旦沿途二跌回來 沒有問題 入籍路你見呢 輕輕拉一下薑誠 報紋 對了 那你見 拉一下薑誠 再放回順 推幾步呢 那隻馬呢 是一路逐步 逐步爛上來的那些馬 因為這座 黎理閘呢 就試千二的 其實千二對它來說是嚴短的了 它應該要繼續拉上去千四千落這樣上的了 但是你見 那個個中點的一隻馬呢 報紋特地拉開 不要跟馬尾 讓一隻馬再走順一點 其實這隻馬的細 即如細來說呢 算是叫不錯的 那 剛才都說了 今季報紋 搭著方家派這個組合呢 都 薄殺組合來的了 那所以變相報紋 這樣幫你試了閘 做好功夫 然後 幫你騎馬的話 我覺得一路超越穩 絕對絕對有機會在這裏 應該不會是爛門來的 但是我覺得絕對有機會在這裏偷雞 因為這隻馬最重要就是 千四米落落雖然是慢些 但是大隻馬可以 雖然如果可以不要跟那麼後 千四米可以跟前些的話 更加會好跑 所以變相我又選這隻六號超越穩 這一場就會是 五號的一定行 搭六號的超越穩 那接著來到尾關了 就選這座第八場 剛才所說的 另一組的四班千四米 沒錯 第八場的四班千四米 這組馬呢 十三隻馬 都是不滿的 上場有鬥過的都不少的了 唐筆勒 被潘頓拿出來跑 梁家在騎一隻銳一 跟著有隻信心星 都幾好狀態的 那下面就有些質身馬 什麼肯薄跑了一次 卓越 清風 就跑了三次 千里如飛跑兩次 三身風又跑三次 這些質身馬 但暫時都還不可以 廚師發板 上次 都打算試一下它 誰知道最後都是不行的 所以這場來說 都不會再選了 那你說 唐筆勒是否不好呢 不是不好 但是 你這樣突然轉了潘頓 上場梁家仲贏 贏當然輕鬆 排著一檔 但這次要爭情 你要想這件事 所以變相 這次沒有要唐筆勒的 先選一隻時間寶 上場黃寶來騎 其實你見是控制不了一隻馬 完全騎下去 真是 不知道有騎人什麼 那 千四米上季 還沒跑過 班德麗幫他跑的 那這隻馬 我覺得始終用班德麗 都是熟手一點 上季兩場 千四米都能夠跑到第三 都跑得不錯 那 就算我這次沒有了減榜 用班德麗 其實四班咩重寶 這隻馬是OK的 所以我便不太擔心 你問會不會四班重寶 有難度呢 那我覺得 又不會 那所以變相 這次用班德麗 我一定會馬上選他 那這件上場 其實黃寶來 出來 都不是走到我想他走的位 沿途頂三疊 其實這隻時間可以對前些 當然是否放頭會好呢 因為前段可能你用多了力 但是沿途三疊 你見黃寶入直到 然後打到一邊 推 拉拉拉拉拉 然後還沒拉到一邊 拉拉拉拉拉拉 再打到一邊 一邊打下去 其實同時 看來看來好像不太合 打幾邊又推 打幾邊又拉一下姜誠 打幾邊又拉一下姜誠 外面一衝就過了他 雖然最後其實他差點有第三 對 勇霸龍 跟裡面那隻鴨上鴨落 他只有第五 但是用班德麗 硬正一點的大師傅 相對上的表現 應該會發揮得好一點 所以便算我需要一隻一號時間 另外那隻 都相信大家都知道 應該會選什麼 沒錯 就是五號 這個順心性 報民 方家派的組合 上季也是報民幫他贏的 但問題又來了 這隻馬上季是驗過有喘名 然後6月14日的時候 做了些頭部手術 矯正他的 不知道會不會犯法 那這件事就要 你自己想想 得不得博 今季又是未出過賽 但是最近試過貨集 都試得相當之好 相當之不錯 沿途 守住在包廂 在重化市 沿途守住在包廂位 入到直路 輕輕拔出來 整個走勢來講 相當之好 這件啊 安上人都沒什麼 怎麼側過他 報民跟他上重化市 這貨集 一路吊著吊著 放鬆薑誠 有一隻馬自己 借自己的力 他走回來的第三 其實都相當之輕鬆 那些貨集試得 我都頗喜歡他試這貨集 那當然啦 試完貨集 撞他一定是有罪沒有退的啦 那這隻信心性 雖然他是狗蕩 但他的跑法上 比較彈性一點 你跟前一點點 可以 留後一點點都可以 那報民又熟手啦 贏開的 那看看今場有沒有機會 在這裏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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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殺馬 那對比起頭筆 我覺得相信 就是他有1400的經驗啦 再加上這隻馬狀態 不會差距過你的堂筆率啦 那所以變相 如果龐都不得大熱門呢 我覺得是有得挑戰一下他 所以就選了時間寶 和信心性的這隻馬的 那最後啦 說回我們這次買什麼啦 首先就是第三場 7號下加之光 加9號歡喜福升啦 然後第五場的一定點 加6號超二穩 尾關就是1號時間寶 但5號信心性 我們這次呢 將駐馬降低一點 對啦 用回好像以前那樣200元 最近那500元好像都 一般般的 那幾時才 那樣玩法呢 真是有時間都不用玩到貴尾啦 那我們這次就縮一點點啦 照舊三川四年贏位置Q 不過變回10元住 兩塊水的一個頭柱 希望我們這個星期日 可以一起中得到啦